哎,每天的起床方式冒头都一样,但今天起床的方式特别的特别,为啥就特别特别,我是被人叫醒啊 昨天就停在马路边,还是腻啊,他跟我说让我从那边整个绕过去,差不多 现在开始起来,起床干嘛,起床卸货,早上好吗,今天是8月12号,时间过得快吧 早上起来了,把这货卸了,对不对,每次卸货的地方都不用,那看这次,远处的,他们还在加那些东西,这91个工地 这是酒没有衣服,然后用这个机器给我卸货 你们叫啥呢 就中 中 让我咋听我们涵糟咯 disagree 这个佳老头早上六点半把我叫醒的 七点叫我 我也差不多了叫醒了 就好像可以看着 看着罩头怎么歇货 看一眼看一眼咱就咱就 先去后面拿的最小的了 他说他要他说呢 他有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走了 挺好的 放着吧放着我卸货吧 那我卸完了 卸完货干嘛 上路啊 我没有转左啊 车嘛你没有 就是等啊 等到什么时候合适的你就在转 打一下招呼 就上路了兄弟们 戴上小墨镜 吹起小喇叭 现在记录下历史的时刻 从六十五脚 变成了七十五脚 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已经 进入了从那个87号啊 从那个 进入了 德克萨斯州啊 两三天我们基本上 都会在德克萨斯州 这个州 太大了 看到外面的情况没有 好平坦的 现在呢 你看看咱们的对对比一下 这平坦的德克萨斯 荒诞的牛墨西哥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说现在我电话有信号啊 另外呢现在早上9点钟啊 早上就点什么概念了 外面的 气温已经达到了 88 88 已经达到了 30摄氏度 很恐怖啊 尤其是到了美国南部的时候呢 天天就是 可以下来三步继续练起来 对吧 前面 你看不到一辆车 网口经理 看不到一辆车 刚说完啊 刚说完一个上坡下坡对面来了 两个小时 还可以 继续开吧 今天我们的旅途呢是要差不多再开六小时 开六小时呢 我们的车就空了 卸完货之后呢干嘛 等公司 等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 哎 我们的 什么时候 Ready啊 好就是 反正的货 什么时候准备好啊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 就这样 看到没有前面一个小房车 什么样的房车呢 被车拉的房子啊 这边美国的很多人叫 Premate home 他们就在这 拉过来 好啦 我们的旅途 挂不上去了 那没开了一会儿啊 咱就困了 这时候就要 睡回中觉了 你又很简单 今天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知道吗 先是被先是当别人到被人凌晨三点后 然后又被人凌晨六点半后 现在困了困了 啥也不干 睡觉睡多长天 卡着表就睡半小时 睡醒了 三十二分钟 开车 开车继续 现在呢 我们还有差不多一百秒 到 样貌又变了 有点那个热带雨林的小节奏了啊 哈哈 雨林就不敢撑了啊 最起码这小树林有了 现在我们驾驶在 德克萨斯 七十一号公路 向南 向东区 向东区 去奥斯顶上 沿途的风景也是不错的 我们路过了一小城啊 猫子叫Liliano 看看 LL Lanano 这边是墨西哥 都叫墨西哥 西班牙 那个那个 气氛吗 你这独自酒精 代达那个口音吗 Lanano 哪里 City of the Lanano City of the City of the City of the 我们还有80秒 小桥过得 像这种小车 貌似还挺好玩 因为通常我开卡车的像这个地方 这辈子想来第2次 因为这条路走的很少走 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路 从首先从 Aberkirky Aberkirky 到那个 德克萨斯的 就这一条路啊 不能说就是一条路 这条路 这条路 要进吗 高一瞬间 忘记了群生 你们忘记了吗 在我印象中的 德克萨斯就是荒凉一片 后来我想想对 德克萨斯也分东南西北 现在呢 我们就是 靠德克萨斯 往南来 书啊 感觉比较好 我以前去德克萨斯 都是从那个 西北洋那边过来 那边就 净想了那个 欧可拉罗马亚 或者 拉多啊 那种 戈壁的 这个温度啊 确实有点受不了 104 104 大家算了 小伙子 我给我感觉有的 37度了 那像开卡车看到这种小路上呢 我们还有0.2 没有 再过一个接口呢 就到达我的目的地了 我像这个上面的树枝啊 你要你要你要往这边过一过 要不然八成都会碰到 这么小的路就站两条就好了 你不要想那么丢的 那这就是那个 这就是我可以看的 就看就是这个 下去啊就卸两百货 一共花了10分钟啊 外面多少度 我们看了一下 Austin 38度 几点 下午5点半 不管咋说他或终于空了 咱现在干嘛呀 开到最近的 洗澡吃饭 差不多开半个小时40分钟的样子吧 就是找个地方能洗洗澡 今天一天还没吃饭你知道吗 一天没吃饭没刷牙没漱口你知道吗啥都没干几天就干啥了就拉了泡屎撒泡尿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在那 好 你去跟我看看 奥斯丁德克萨斯的有 多热 听着这声气响啊 这就代表了什么 我们车停了 今天是8月12号 我们这套旅行的就是算是 达到了重点现在是车是空的了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干嘛呀 一天结束了 一天新鲜这个旅途结束之后的今天是我最 最最最最充裕的一天就是 明天也不知道有没有过来 还不知道 今天的车已经卸空了所有的都交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呢 一天是最开心的结束了明天就随便睡 睡到公司给我打电话为止 然后待会儿呢因为 唯独不爽的地方的就我们停车正好正停了个面冲西啊 太阳的会一直在晒我们两个小时吧 晒两小时都不怕了 这两个小时我们去干嘛 看那个地方 放大点 送了我手指的方式 那有个 Mexico 我一天没吃饭 从早上到现在我真的什么都没吃啊 好像吃了半袋 好像吃了几口薯片吧 吃了几口薯片喝点水 我现在正在想 在先洗澡那先吃饭呢 惆怅吗 不管了先吃饭吧 吃饱了喝足了再去慢慢洗 现在是不是看着我的宵夜人更爽了 那今天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想看我吃播的 咱再去看看吃播哈 对 咱再去看看今天咱们吃什么 要吃饭